欢迎收看大儿话之 在香港每100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从大陆到香港 去读书或工作的 这一群人被称为港漂 对 那为什么他们要到离乡背景 那来到香港之后 是不是能够真的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我们今天要到两岸公平网的主编陈怡婷 来分享他对港漂的观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于港漂其实这些年来 一直有非常多的标签 但是最近香港媒体端传媒 他就做了一个普遍的调查 针对6%点多的港漂去进行调查 试图要去勾勒这个群体的倾向 以怡婷您自己长期 一直都在关注香港的问题吗 也进出香港非常多次 你自己的了解 港漂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 我想港漂他大部分分做两个大类 一个就是学生 一个是工作人员 那这些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在 在经济上水准上都还算不错的 那我们一般看到说 香港比较多基层的 做第一类基层服务工作的 他们通常都是所谓的新移民 那是不太一样的两个群体 新移民的话他们通常他们的 包括学历背景工作能力上面 他们都是比较应付劳力性的工作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港漂 他们主要就是比如说最大宗的像是金融业 那他们或者是很多人来到香港念书之后留下来做的是像教师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当然金融业的收入水准还非常好 所以主要是中产阶级 那有些是普通啊 因为现在的他们的那个教师的薪水 虽然比起台湾很不错 但是也没有到可以买房子啊什么的 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这群港漂绝大部分在中国大陆 它的射精地位就是相对是比较好 比较高的有吗 学历也好嘛 学历也好 可是我看到一个数字的话 就一样是端传媒的一个统计数字里面 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是它当中的话港漂的来源的话 第一大来源地是广东 对 这个还可以理解因为地利之变嘛 对 那第二个地大来源是北京 这个我就比较有一个问号 因为像比如说 它假设是从事这种 如果是属于这种高阶白领的话 它在北京或广东这种大城市的话 它的工作机会跟亲自福利待遇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差 然后前景应该也相对是比较好 为什么从这些地方的人的话 就是还会跑到香港来 我想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学校 学生这点来看 如果从学生来讲 他们选择香港念书的话 香港虽然北大清华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上海的学校完全不输给他们 而且国际化的程度高 对 那你身为一个如果是18岁的学生 你的求知欲望特别强 来到香港 你是更自由的环境 所以说他们会选择香港 一点都并不令人意外 第二个部分是 如果说是广东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语言接近的话 那纯粹就工作群体 不论读书 那你北京的人会来香港 尤其是从事金融业的话 那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上海 金融中心 对 因为你上海是金融中心 所以上海可能要 你说我 如果我是个金融从业者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不是要到香港来 那个很久现在来讲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 但是你是北京人的话 那你也许会 会往香港去 而且香港跟上海 虽然上海的崛起非常的快 然后但是香港还是有一些条件 它是上海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这样 就比较自由 对 讯息流通 跟各方面 没错 没错 香港相对来讲 我觉得即使到现在的话 它国际化程度 比广东跟北京 还有上海 上海都还是要高一些 还是要高 对 是的 所以国际化的程度是一个吸引他们的诱因嘛 对 再来呢 网络的自由度算不算 我想这个生活上的自由度 有些人一开始也许不因为这个而来 对 但是一定有也有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来了之后 会因为这些自由度 明显的跟中国大陆不同 而会更想要留在香港 就这些条件上的差异这样子 像很多学生 如果他当初选择来香港 再早一点的话 就是香港的流行产业特别发达 包括他们的那个CD啊 录音带啊 电影啊 这些 所以很多人会报他香港文学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香港梦 是 来到来到香港 当然现在有些 会有些不同 但是许多 香港他本身的条件就在于说 他的自由度跟开放 他的兼容必需 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地方 而且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 还有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 香港所提供的薪资条件 比在北京或上海好 所以因此也更加促成 他们愿意离乡背景 到香港去当港漂 当一个异乡人 这个这些就很难讲了 就是比如说 这要看每一个每一项的工作 跟每一项背景 比如说就老师来讲 我相信香港的老师工 一定会比中国大陆的老师薪水高 但是通常会在香港留下来当老师的 通常都是 他是从学生开始就来到香港 才来这边的 那你如果说纯粹就来这边就业的话 那可能是纯粹的 可能有挖角的行为 或者是他认为他这份资历 如果有拿得到的话 他再回去大陆 他可能会跟他更加奠高 这个东西会有关 香港的水准当然不错 但是如果说纯粹 如果我们单就单一项 比如说金融业最好的水准 我想上海可能也不会输给香港了 这个是讲工作族群白领的部分 那如果是读书的部分 因为其实现在大陆的高等教育 其实做的也不错 那就算你不在大陆读书 其实他可以不用选择香港 他就直接到国外去念书就好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要到香港去读书 我想选择香港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地 他的学费相较于国外的名校是便宜的 对 而且香港好像也提供很多 就比如讲学金嘛 对 他的优惠也很好 然后那个对他们来讲 那个至少是讲华语的地方 然后香港大学也毫不逊色 是香港是世界上也是一流的大学 排名的话都在前几名 那重点是 如果他们是来念硕士的 不是念大学 如果是念硕士的话 他们是英国学士 他们大部分只要念一年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他如果 更快拿到学位 对 他更快拿到学位 他无论要在就业 或者是在深究念博士的话 这是个更好的选择 或是当成是一种中转战 对 他有点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那有些当然你考不上哈佛的人 但是你也不想只读 中国内地的大学 那你就去香港 那就是个好的选择 就大家可能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 更有信力 香港很有信力 所以到香港 离乡背井 当个异乡人 问题是真的到香港之后 日子真的能够好过吗 我们要透过一段纪录片 带大家去听一听看港票的新生 电影《甜蜜蜜》里面 赵曼玉与黎明所饰演的 在香港打拼的那里人 让所有港票的人心有气息烟 然而香港究竟有什么魔力 让大陆人每年一波波的离乡背景 讨生活才是我们好奇的 许多人为了这个无以名状的东西 封城仆仆地来到千里之外的异地打拼 面对一连串从工作到语言文化的冲击 最终能成功留下来的港票 更是少之又少 港票的话选择到香港之前 大概都有一些憧憬 可是在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话 一定会有些落差 但他们来到香港之后的话 到底是哪些因素会让他们觉得 比较难以去适应 或者是比较大的挑战 我想最近这几年来看 就是说第一个 中国大陆跟香港的政治关系紧张 那这些在香港有普遍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都有 比较排斥大陆的情绪 那到了最近这几年 会形成一个新的不太一样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种排斥情绪 这些我想对他们的生活上面 都是痛苦的 那你可以看到新闻报纸 网络Facebook不时的会出现 跟中国或是跟中国人 这些族群标签有相关的一些负面的攻击 我想对港票来讲 他们内心也许会 如果一开始到的话 可能会挺不适应的 尤其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友善 然后非常大家喜乐融融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 如果你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来的话 那恐怕会更不适应 而且我们一般认为说香港是一个高度的观光的景点 所以它的服务业应该很发达 确实也很发达 但是像我们台湾人去那边 大家也都会觉得说 他们的服务态度 一般的服务态度 并没有想象中好 并没有很好 对 那所以像这些东西 跟人跟人的互动之间 加上你又不会讲广东话的话 那我想一开始 大家都多少都会有一些冲击的 广东话现在在香港社会融入上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吗 我想语言一直都是融入当地 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那广东话它的音其实是蛮特别的 它跟台湾人要学广东话 其实也都需要花点时间 更不用说中国大陆语言 如果它是来自北方的话 它是更难学 对 因为北方的语系跟南方的话不一样 所以它有些音根本是发不出来的这样子 可是因为香港主权移交已经19年了 那移交之后 一直在推行所谓普通话的官方语言 那在那边你只会说普通话 而不会说广东话 仍然会受到一些差别待遇或歧视吗 会形成一种隔阂吗 我想多少还是会有的 第一个你没有办法更融入他们的语会里面 对 因为市井生活当中的话 可能很多还是会用广东话 对 没有错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会 会不会有隔阂其实回到个人 如果个人跟大家 他在香港他所接触的朋友 他很融入到纯香港人的社会里面的话 还是OK的 那我相信这样的情况 它的广东话也会自然的会比较好 但是回过头来说 你真的不会讲广东话 在香港的问题会回到一个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 然后香港的经济贫富差距变大 然后很多很多的路客自由行到了香港 然后有香港人很反感那么多大量的自由行旅客 在种种环境之下 如果你只会讲普通话的话 他会把它容易变成标签化 就他们讨厌中国那些负面的印象的代表 帮你帮你贴个标签在他身上 是容易被标示成他者 对对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心里面就会更不舒服了这样 他觉得他被歧视了 还是被贴了一个标签这样 所以语言可能会是导致他们就是 能不能更好融入香港一个原因吧 然后中港冲突 那除了这个之外 比如说像香港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虽然说他收入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他的物价也高 尤其是他的那个租金房租成本也非常高 像你如果任何一个人 如果比如港漂也好 他到了香港之后的话 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落脚的地方 就是一个自己的我的话 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 让港漂决定说我是不是要在这边落地生耕 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我想会不会落地生耕最主要的一个影响 我想跟伴侣会有关系 伴侣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假设他是香港人 然后你自然香港人 你会在香港留下你的机会会更大 那如果说你纯粹只是一个人 然后你这个地方的那个附着力又不够 你的生活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大陆人 真的存香港人的 原本的香港人的朋友又少的话 那你的房价又那么高 然后薪水虽然很不错 但是但是我回到中国大陆的话 我领稍微少一点的薪水 但是我的物价水准房屋水准都是低 然后加上父母亲可能也老了 等等诸多原因 这些都会变成他们 影响到他到底是留下来的原因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网友 我们的脸友吴双逸 他说他自己就是一枚港飘 不晓得真的还假的 他说在香港港飘消费很高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因为他自己是因为在香港挣得多 所以就跑到香港去了 那问他究竟跟香港人一起工作生活 有哪些好坏处 就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一言难尽 刚刚其实就是一婷有提到一个 就是能不能交到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这个问题 端传媒里面一个调查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们问港飘的话 就是你平常就是最常联系互动的对象 首位的话还是同样是港飘的 那第二位还不是香港的朋友或同事 反而是大陆的亲友 就是我就很好奇说 为什么即使来到香港之后的话 这一港飘的话 就是也很难就是跟当地人变成朋友 是因为香港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吗 还是说他们的接受外来的人 感觉上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其实我的感觉其实是相反的 我认为香港接受外地人的 还是蛮OK的这样子 但唯独对大陆人 我想第一个是 这个状况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正常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正常是说 我们今天去那个 你到香港你可以看到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群组 台湾人有台湾人的群组 你到那个地方工作 你在假日的时候 有登山团 有去外旅岛玩 一些种联谊的 或是租船出去玩 像这些人都是比如说 是有日本人的台湾人的 他还是以 找自己的群体 对自己的群体 因为你的语言方便 所以你本来就会 这个东西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其次是说 是说你觉得 这个群体正常之外 就是说香港人对台湾的群体 没有敌意啊 但是他可能对大陆人 会有一些排斥敌意 或者是你表面上跟你不错 但是晚上回去看到 你针对一些史诗的发言 大家还是 就直接的矛盾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会很自然的形成 一种这样子的隔阂 这种隔阂对于 其他国家的人 无论是日本啊 韩国美国台湾 它不存在 所以说 它是一个双重的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表面上 它一定是大陆人跟大陆人在一起的多 是 但是为什么会难与融入 我认为 与其说是香港人本身怎么样怎么样 不如说是整个环境造成的 大环境造成 那刚刚其实有提到一点 就这几年的话 其实中港之间的冲突 非常多嘛 从水客啊 或者是 就水客 然后大陆的观光客 跟店家 跟香港本地民众的冲突 到雨伞革命等等 战中运动这些冲突 那这些事件当中的话 就是这些港漂的话 他们会是一个中间双方沟通的桥梁 还是会变成一个 就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角色会不会 对对对 会不会变得很尴尬 很尴尬的角色 我理解了 就是关于这个 像我来介绍上这个节目 我特别去 访问了一些我的朋友 是 这多数的 如果你不是做传媒业 或者是大学学生的话 多数是事不关己 事不关己 对 就不关心这些事情 就是说他即便关心 他也不会表达出来 就是说他基本上 他不影响他的现实生活 就是无论是雨伞革命 或者是旺角的骚乱 还是争取普选 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那对他们来讲 我还是把我的生活过好就好了 我也不太会遇到什么 我在外面 因为现在正在雨伞革命 然后 所以要求被表态 对对对 就是说大家一般在 现实生活中 不会 不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 可是比如说在香港的话 他的同学老师 或者同事的话 不会去探寻 或者就是要你对这些事件做表达 可是他的大陆的亲朋好友 他可能会 比如说你人在香港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对我想这个都会有 比如说你陆生在台湾 回到大陆 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 两面不是人就是这样 就是回去那边 然后大家讲台湾怎么样 他们觉得太过了 然后帮台湾讲话 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又怎么样 我想多少都一定会有 这些事情没有错 那只是我觉得在香港的话 我们第一个不能用一个统计数字 去反推整个群体 就是说大家感觉都很关心 其实那个统计会来自于说 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但是不代表他本身很热衷于 这件事情 那我想也因为 这个跟你香港 这些港漂 无论是他们的兴趣 比如说他们对公众生活 公众事务的关心程度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程度之外 就是说你如果待得越久 越融入这个地方 你比较会自然的去关心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一个 比如说来香港念 念财经科信商学院的学生 他根本不太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知道那是纷乱的 所以我当然是越避开越好 我想这个情形 我想应该是会是蛮大的多数 那这个是指在一些 比较特定的事件上面 他也许不会被要求表态 可是毕竟香港跟中国大陆 是不一样的 不管说一国两制落实到什么程度 香港跟大陆就是不相同 那这群港漂 长期在那里生活 经历那里的新闻啊 空气啊 那里的那种整个氛围之下 他们自己会不会被改变 我想待越久一定是改变越多了 我们看多话专专门所做的 一些那个调查 就是说你越支持预产运动的人 肯定是在这地方待越久的人 是 对那我想我想这个东西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 或者说他们被改变了什么 比方说 我们好几次我们讲六四 都被大陆的网友骂个半死 因为他都说他们都知道六四 没有不知道六四 可是其实事实上确实是有 那么一群人 他是真的不知道六四这件事情 那有一些港漂 他透过在香港的生活经验 不管是工作或是读书 他对六四的认知不一样 我想这更深一层去讲 这些港漂来到这些东西 他对六四无论是什么样的立场 至少他不能去否论一件事情 就是在香港 你如果你有心 无论从图书馆 或透过网路 你可以找到不同立场 不同的切入点 去看六四这件事情 不同看法的相关的记载文献跟主张 这个事情是在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没有问题 但是回过头来说 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你应该本来就身为一个人 应有知的权利的话 你很难的会想要回去到原本 我不知道或是只能接受到单一 官方讯息的环境 有一个港漂他就形容 自己在香港长期的生活之后 他对于六四这件事情 他就说原来香港竟然还有人 会关心父母那一辈的事情 真是令人感动 就六四竟然变成是父母那一辈的事情 对啊 确实 因为我觉得就是香港大概是 现在目前全世界的话 还会在每年定期纪念六四的话 规模最大的一个地方了 对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 也是这样端传面的调查的话 我一个就比较好奇是 不管你待多长的时间 即使你已经可以取得 永久居留权之后的话 为什么就是愿意 愿意把那个跟香港白头偕老的人的话 是不到一层嘛 我说没记住是不到一层 就是你当初选择 怀抱的梦想选择来到香港 可是你有机会留下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是多数人是选择 就是我选择说我去留待香港 是因为香港 你因为更加认识之后的话 发现他没有想象中有这么有魅力吗 我想可能最 我推测最大多数的原始因经济因素的关系 这是首要的 就是说香港的机会 一定不会比中国大陆的机会还来得多 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机会 那个他的薪资条件也往上涨了 那他可以回去的话 他的生活条件会改善很多 我想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当然再来就是 我想在经济条件之外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说生活环境对大陆人的歧视啊 等等 或是他会担心说自己的儿女 在香港社会能不能变成一个 融入到融入的问题 变成一个真正的香港人 对这些都会大家会值得考虑 而且你拿了香港的那个游泳居留权 你还是可以回去中国大陆 所以对他来讲来讲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就是多了一个身份 对多了一个身份 多了一种选择 对 如果说今天这边香港真的乱七八糟了 然后我就快点回去大陆 当然大陆中国中很不好透 自然就留在香港 是 我们的那个网友 连友参与讨论 他说严格来讲 香港95%的人都是港漂 香港本土化是围头化 根本不是现在的广州化 虽然都是广府语系 但没学过对方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听明白的 这言下之意是说 其实现在的香港人全部都是大陆 是 是 这又怎么样了 他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他是个难民城市 对 他是逃难来的 他就是不想在中国大陆 所以跑来的嘛 对 所以他按理讲 他这样一个移民城市的话 他对于新来的移民的话 应该会相对 持开放的态度嘛 是 所以 可是他现在的话 感觉上面会不会就是 他香港人的话 也开始排斥那个 最早来香港的这些 这些新移民的话 对后面来的话 已经不是那么友善了 我想我们去深究 这个客观现象 它存在的 背后的原因 首先大部分逃难来香港人 不论几个提示 他们都是来到英国 治理下的香港 当年是到英国治理下的香港 所以说他们是主动的 接受英国的价值观 然后你愿意来的 所以我来这边并不是带着我价值观来告诉你们 说应该怎么做 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现在中国大陆富起来了 所以他们来这边 他们是我行我素的 或者是他们也不完全吃你们这一套的 对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有 主客之间的问题了 就是谁是主人 谁是客人 怎么感觉反过来的这样子 所以说那个矛盾跟冲突 一定会非常的多 那一有矛盾跟冲突 如果媒体又放大了 比如说来的客人 就是所谓的 来的这边自由行的旅客港飘啊 还是整整分从大陆来的人 他就说 如果没有中国 香港的经济就垮了 如果还在讲这种话的话 那一定会 香港人更不能接受 这些事情是早年的 你从大陆逃难过来的 香港人